過度關注性價比 往往會有一些 矯枉貨正的現象 之前我帶孩子去提示你 一個氣球就可能是要台幣上千塊錢 那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一個氣球要賣將近一千塊錢 這根本是坑人 CP值過不了 這是在宅遊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關注我讓我們一起 We'll be good 無論財富的多寡 或成功與否 最根究底都是 很多很多 小小的決定累積而來的 基本上可以從一個人 如何做出大大小小的財務決策 來反對他 是怎麼做出他的人生決策 那也進一步可以得知 他的現況 還有他的未來 那在2024年的開始呢 我在Cheers雜誌上面 也寫了一篇這樣的文章 那主要就是揭露 一個人在做出重要的財務決策 或是小小的財務決策的時候 是應該要把最根本的 六個要素考慮進來 那可以幫助我們去做出 更好更明智的決策 也讓自己的人生 可以不斷的 往理想的目標來推進 所以這邊我想要分享 這六個基礎的財務決策思維 來幫助大家可以 離心現況 在可能有限的時間 有限的資訊 有限的資源之下 不斷的做出更好的決策 注意沒有最好的決策 只有更好的決策 第一個要素呢 就是明確底線 其實是一個算隱藏版的小幫手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 刪除很多不必要的選項 人類的決策呢 永遠取決於兩條線 第一條線叫做願景目標線 但第二條線常常被忽略 它叫做我們的底線 舉個例來說 如果我們現在要大家 今年得目標是賺一千萬 我相信開始會有很多 不一樣的方法出現 但是呢 我也保證 幾乎不會有人的方法是 搶銀行 或者是當詐騙機款 那是因為搶銀行 跟當詐騙機款做不到嗎? 絕對不是 它可能是更輕鬆 而且可以賺到更多錢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把它列出來呢 是因為它不符合我們的底線 我們可能都有一個 隱形的共同認知 叫做我希望賺到錢 但是我賺到錢希望是可以幫到人的 我至少不要傷害到別人 我們會自然而然的刪除這一些 不符合我們底線的選項 但實際上 有很多狀況是 我們的底線 並沒有那麼明確的 比如說今天在上班的時候 老闆突然間需要加班 今天呢 剛好小孩子晚上有一個表演的活動 這個狀況之下 你會選擇加班 還是選擇去小孩子的活動呢 就跟我們的底線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你的底線是 工作的最終目的 是為了可以給家人更好的生活 跟家人在一起 那麼我可能就會選擇 去小孩子的表演活動 因為那是我的底線 不管再怎麼忙 我都不能夠 侵害家庭的相處時間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非常理所當然的 或者是很勇敢的 去拒絕加班的要求 這都是我們明確底線之後 很棒的效果 所以呢 藉由認清自己的價值觀 認清自己的底線 我們在財務角度上面 就可以有更明確的方向 那麼在跟別人去共識啊 或者是有共同要做出決策的時候呢 我相信 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效率 並且減少很多的盟差 那淘王賽我們的投資 也是不例外的 有明確的停損機制 不一定是虧到多少的停 可能是公司的基本變換 進行切換標題等等的 都可以讓我們 在投資上面 得到更好的回報 也做出更多的好決策 那另外呢 在交易平台上的選擇 也是一模一樣的 很多人是因為 大家都在用某些平台 或大家都在加密合幣 那就開始跟著使用了 但是呢 卻忽略了 平台最根本的一些 關於法規 關於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呢 今天也是要再 特別的介紹一下 我最近用了覺得越用越開心的一個平台 那當然也要推薦給大家 那他就做 MyTrade 所以呢 MyTrade 是一個 正規 而且受到嚴格監管的交易券商 那他提供了 比特幣 美股 房金 原油 股票指數 外匯等等 眾多全球熱門市場教育服務 MyTrade 更是得到了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 開曼群島貨幣管理局 毛鯉球師金融服務委員會 等相關監管機構的許可還有監管 那如果你是繁忙的上班族 沒有太多時間觀察市場 觀察趨勢 MyTrade 有提供 MyTrade GPT 把過去24-36小時的新聞 製作成短文 還有每天的策略報告 幫助大家可以更好地做出交易決策 那同時呢 他也很適合 很容易擔心 很容易交易的新手 因為他提供了免費的交易策略 可以讓大家去學習 那日內的短期、中期交易策略 都可以讓大家免費的觀看 另外呢 也提供免費的指標 幫助交易者 方便做出交易的決策 所以了解自己的風險底線之前呢 可以提供Trade的模擬帳戶 來實際操作 並且嘗試不一樣的交易策略 那在之後的真實交易裡面 就可以更清楚自己的風險能力 選擇適量的槓桿 搭配合適的指紋點 那即便是新手 也可以從小額交易開始 踏上你的投資之路 所以如果你有對交易感到興趣 你希望可以從交易這邊 開始有一些收益的話 我相信買吹會是你非常合適的起點 那如果想開始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註冊買吹的模擬帳戶 來取一些交易 那信用戶達到一定的交易門檻 還可以得到125塊美金的回饋哦 好 以上是工商廣告時間 我覺得當然是好東西才可以介紹 所以這個我也是你們挑的 那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可是還是要注意配置 這還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 財務的決策要素 明確願景 專注在價錢後面的價值 我相信不管大家賺了多少錢 最後一定是要把錢 換成你要的生活 不管是度假花掉也好 還是買房買車花掉也好 還是給小孩的教育花掉也好 你賺到的錢一定不是要抱著它一輩子 那因為這樣子我發現 在市面上很多過度關注 所謂的性價比 往往會有一些 矯枉過正的現象 因為它有點偏迫 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評估方式 那原因是因為 很多的願景呢 只有錢是不夠的 那性價比只是從錢去做出考量 很可能會忽略 其他也一樣重要的 甚至是更重要的其他元素 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之前呢我帶孩子去迪士尼 然後呢他要買氣球 一個氣球就可能是要台幣上千塊錢 那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一個氣球要賣將近一千塊錢 這根本是坑人 CP值過不了 這是在載遊客 可是我反過來想 如果一樣的氣球 我用網路平台去購物 買到的話 可能就幾十塊錢 但是我在家裡面買到 給小孩玩 跟他在迪士尼裡面玩的那個狀態 是完全不一樣 在家裡他有很多其他的玩具 不屑一顧 而且這樣氣球雖然在家裡面 也完全失去了 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那種氛圍下的 拿著氣球 奔跑的畫面 跟場景 所以我相信在十年二十年之後 孩子回憶起當年我買那個氣球 如果在迪士尼買 他會記得 我去迪士尼很開心 比起我在家買氣球給他 他應該覺得說 我忘記了 就好像他的眾多其他玩具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買氣球的時候 就會開始思考到 OK 雖然是將近一千塊 可是他是值得的 因為一模一樣的氣球 我在家裡面買 就算買了一萬塊給他 他也不會記得 那因為這樣子 我是從運勤 推推我現在的消費決策 他可能在CP值上面 不是那麼的好 可是他絕對值得 因為回憶是無價的 氣球可以比價 孩子的體驗是不能比價的 好 那第三個決策要素 叫做信念檢視 那其實信念是一個大家 常常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 很深信不疑的主觀認知 也因為這樣呢 很多陷阱是我們沒有辦法覺察到的 比如說 買房可以強迫儲蓄 但是存骨也可以強迫儲蓄 為什麼那就買房了 對嗎 比如說人要安分守己 要認命 要知道本分在哪裡 那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都不能夠創新 不能夠突破階層了呢 所以回歸到我們剛剛的案例裡面 盆頓可以產生了一個 孩子的童年很重要 別為了省錢 省幾百塊 讓孩子失去童年的這種信念 那我們要開始從這個角度去拆解 在我希望可以讓孩子 擁有快樂童年的目標 願景之下 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有的 非常好 就是我們直接從購物平台 買氣球回來 到迪士尼的時候呢 再把它拿出來給小孩玩 這個時候是不是也達到了一樣的目的 孩子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有氣球玩得非常開心 在他的氛圍裡面 有適合他的東西 創造很棒的回憶 但是成本卻相較低更多 所以這個相信是大家可以想到的 但這是一個典型的 我們跳出框框 開始思考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達成願景的很好的案例 那第四個決策要素 叫做遠點思考 也就是說我們要覺察 並且勇敢拋棄沉默成本 沉默成本的案例在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說 哎呀你都讀到電器研究所了 那就先進科技公司吧 這個股票虧這麼多了 等漲回來再賣 或者是哎呀都在一起這麼久了 我們人也就過去了 這些常見的場景 正是沉默成本的典型案例 因為人們常常因為付出了夠多 就會以此為依據 然後做出好不好我就繼續的決策 那這也常常 形成很多不理智的決定 造成更大的未來的損失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做決定的時候呢 可以回到原點來進行思考 也就是說 假設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我會怎麼做決定 例如說選擇公司的時候呢 應該從剛剛提到的願景 回推回來來發展為主 而不是局限於過去我什麼科技 就應該進什麼樣的公司 那股票如果從100萬虧到剩下50萬 其實應該想的事情是 假設我現在手上還有50萬 我會賣哪一家公司 最有可能賺到100萬 而不是盲目的等著 一家可能只會越來越爛的公司 幫你再漲回來 這是不切實際的 那面對另一半也是一樣 不要因為在一起很久就離不開 而是應該重新去理解 你是值得被愛的 被善待的 然後再勇敢的選擇重新開始 就像第一點所提到的 永遠用你的願景當成前提 而不是被過去做綁架 第五個決策要素 叫做機會成本 也就是說我們要明白 自己做的每一個決策 它的代價就是我們所錯過的 例如很多人在面臨轉職的時候 一邊是年薪80萬 一邊是年薪100萬 從薪水角度來說 我選擇80萬的工作 機會成本就是100萬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思考 是什麼原因讓我們願意多放棄 那可以再多賺20萬的機會 可能是發展的前景 可能是可以就近照顧家人 可能是彈性工作 有可能是企業文化 那一旦我清楚 我選擇的這一些 錯過那個100萬的機會 我就可以賦予自己的選擇 更多的價值 而且你在以後呢 可以避免掉 找知道選定一家公司的這種心態 會這麼說的人 不管做什麼選擇 他都會一直覺得另外一頭比較好 所以一切就要從機會成本 開始去決察器 堅持自己的願景 徹底執行自己的選擇 這個才是成功率最高的策略 最後一個財務要素叫做截止時間 我要跟大家講 所有最好的決定 一定都不是在 百分之百確定的時候 才做出來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認知 我們設定截止時間 其實要規避兩種陷阱 第一種呢 是鑽扭腳尖 無線上鋼 追求完美 覺得說 哎呀我沒有做足功課 我就不敢下決定 因為這個世界上 真的沒有完美的準備 如果有的話 那麼這個事情 可能就也不值得做了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 給自己一個接著時間 只要時間到了 依據我所能夠得到的 最多資訊 來做出抉擇 就不再回頭了 那第二個呢 則是深思熟慮 跟猶豫的差別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 很多人呢覺得說 哎呀我需要更多時間 來考慮 我才能夠深思熟慮 但實際上呢 他的作為是 拖到最後一秒 不得不做決定的時候呢 才 倉促的做出一個決定 那麼這個就是 猶豫到最後一秒 以及深思熟慮的 最大差別 那這樣的決策呢 除了品質很差之外 往往呢 也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才能夠達到目標 所以呢 以上就是 我在面臨決策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先 逐一檢視的六大要素 我也希望呢 大家可能可以把它放到 你們自己的決策流程裡面 我相信呢 應該會幫助你 發現一些盲點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可以改善你的決策品質 讓你的決策 不斷的帶著你 實現你要的理想人生 那也希望大家 可以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 最新的影片更新喔 那再也呼籲一下 如果你對於交易是有興趣的 你們可以點擊 資訊欄裡面的 TRAID連結 裡面有許多外匯 期貨等等 投資商品的基礎教學 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喔 所有的投資還是會配到 長期主義上面 記得把你的配置給做好 足夠長的波動 足夠舒潤的血 先把你的波動 顧得夠長 所以任何的投資行為 請記住 比穩健 為最重要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下次再見了 掰掰